你講清楚嘛 你要自己開公司 你為什麼不早講呢 為什麼我們還要搞了這麼久 弄了這麼大一圈 然後你說你要自己開公司 什麼意思 國民黨市議員徐曉星 又出招公布關鍵錄音檔 日前指控國民黨立委馬文君 將國造潛艦資料 洩漏給外國的前海軍顧問郭喜 2022年曾因潛艦生意 公開標罵韓籍顧問小強 你現在講的都是胡說八道 你們去搞吧 你們我就跟你講小強 如果你能在台床上班 我郭喜的名字翻過來寫 你們自己去玩 假如誰敢雇用你們 我一定告到底 所以大家有沒有一種超私的記事感 他說你們這樣子我們玩什麼 你們聰明啊 一群叛徒 潛艦國造抗中保台 對於這群人來說 其實就是一個金錢的遊戲嗎 徐曉星質疑郭喜企圖和韓籍顧問 合開公司截下潛艦國造第二到第八艘的生意 卻在翻臉後威脅對方 就要玩我 我彎死你們兩個 徐曉星更爆料目前掌握到的錄音有十多段 未來將會陸續公布 同時郭喜上廣播節目先前指控國民黨立委 馬文軍洩漏給中國 卻又突然改口 所以昨天他透過一個你們共同的朋友 對然後告訴我說能不能到此為止 原本僅要立委馬文軍洩密 如今改口被指射向中共大使館洩密的軍火商 與馬文軍無關 說法反反覆覆 不免讓人懷疑背後和潛艦龐大的利益有關 甚至連國防部長邱國正也被酸根本狀況外 但是喔 國防部長 這個整個看起來就是讓外界覺得潛艦這個事情 似乎不是你在主打 我跟委報我有參與 但他對他的外界外的發言 對他的發言 你參與的不完整 國防部長邱國正被詢時強調沒有揣測 誰洩密交由司法定奪比較公平 潛艦內幕越挖越多 水越來越深 歡迎尋找林博安丹 還在台北採訪報導 關心國際大事 掌握兩岸動態 珍惜定員提示 昨晚到週六晚先休點 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 尋終主張朋友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動動手開啟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